今年5月10号是新北市福联国小102学年度社区运动会 学校是结合了香兰、卯澳、马刚以及莱莱等四个社区来举办隆重热闹的活动 同时也办理了第一次的雅实特展 福联国小家长会长郑俊卿先生是台湾知名的木雕与石科艺术家 郑会长对于福联国小的艺术生根教育展现了热忱与积极参与的行动力 协助老师指导学生漂流木雕刻的艺文课程教学 再创福联国小海洋教育的新业 那我发现学校有这样的人力资源 在海洋教育之内又可以来发展所谓的海洋艺术教育 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期就邀请我们家长会政会长 协同我们学校老师在综合领域课程 来做学生漂流木雕刻的这个教学的指导 我觉得第一次做很有趣 而且要是有地方出错的话 老师会很用心的来教我们 很感动 因为第一次做能做出那么好的 除此之外福联国小拥有台湾各级学校所难得领海的自然资源条件 台湾海岸的其实一向闻名于世 福联国小所面向的海洋沿岸一样有着各种归石蕴藏 加上政会长也是知名的雅石收藏家 提供近20件的雅石作为特展作品 并结合学生漂流木雕 再造特色课程在艺术人文领域的新页 就是觉得很有趣 因为是第一次做 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第一次做 会觉得特别有趣 海边进来的 因为台湾海岸其实 有时候会从外地 从一些漂流木 第一次觉得很有趣 因为老师会陪我们一起做 特别重要的教育意义就是 我们可以发现 每一件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也是表现在 我们学生其实都有不同的天赋 不同的才能 所以我们要做到这个 因才是叫世系阳才的 这样的一个教学目的 校长表示 亚实展重在各个其实 所展现独一无二的 巧夺天工与浑然天成的气质 显现在教育上的意义 与每位孩子就像 每颗其实一样 均有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质 如果能懂得欣赏 每位孩子的天赋 提供发展机会 则每位学生将是 最有价值的人生归时 介诚威 共聊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